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货币实验价值的相关计算 那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年长债基金 还有年资本回收额的计算 这里边我们先说一下年长债基金 那考试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 比如说以客观题的形式来考核相关定义 比如说考核年长债基金的定义 所以在基础班次我们还是建议把年长债基金的定义作为一个考试 所以年长债基金它是指为了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点 清偿的某笔债务或者积累一定数额的资金 而必须分次等额形成的存款准备金 也就是为使年金终止达到既定金额的年金数额 那么在理解上的简单的理解就是 你知道终止让你求年金A 那么你知道终止求年金A 那么相关的计算公式我们可以根据 就是前面所学习的普通年金终止来进行相当推荡 那么这个公式的计算公式相应各位应该不会特别陌生 这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普通年金的终止的计算公式 那就说等候的左边是普通年金终止 F下标A 等于年金A乘以普通年金的终止系数 那么现在我们是要求你根据终止让你求年金A 那么只需要进行简单的一个换算就可以了 那就说年金A它实际上是等于终止 要除以普通年金的终止系数 当然除以这个数就相当于乘以这个数的倒数 所以又推导出来了 那就说关于这个年金A 它是等于普通年金的终止 乘以普通年金终止系数的倒数 而这个普通年金终止系数的倒数 我们也可以把它表示为 括号A斜杠F2N 也就是说这两种的都是属于 常债的基金系数 所以你知道终止 然后让你求年金A 那么相关的系数 我们把它称之为常债基金系数 当然这个常债基金系数 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普通年金终止系数 它俩呢 常是互为当数的 那考试的时候呢 它不会给你常债基金系数 你可以根据呢 普通年金终止系数 然后呢 你来推导的常债基金系数 因为它俩呢 是互为当数的 这是关于呢 年常债基金相关的计算公式 实际上就是根据呢 这个终止 然后是要成立了 常债基金系数 或者是呢 成立普通年金 终止系数的倒数 不管是文字表达 还是字母表达 我们都要求到 是要掌握的 那么根据刚才呢 我们讲的这个公式的 这么一个推导 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年常债基金 还有呢 这个普通年金的终止 那么他们实际上是 互为呢 意义算的 而且呢 这个常债基金系数 与普通年金的终止系数 那往他俩之间的关系呢 刚才呢 我们也有提到过 这是刚才呢 我们讲的关于呢 常债基金系数 那就说分子呢 是2 那非母呢 就是1加上2的n次方 减去1 这一项呢 是我们前面所学习过的 叫常债基金系数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过 两个系数呢 是互为倒数的 那么互为倒数的 两个数相成的话 那计算的结果 肯定是等于1的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呢 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那就是常债基金系数 乘以呢 普通年金的终止系数呢 是等于1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他一般会考你的文字性描述 所以呢 这一句话呢 我们要求呢 是要背诵的 常债基金系数 乘以普通年金的终止系数 是等于1 可以直接呢 所以选择题的选项 那么在学习的时候呢 务必呢 要给他记住了 当然这是属于呢 文字表达 那字母表达 你要知道的 那为什么是等于1啊 所以呢 你可以通过呢 字母表达式 来得出的 这个文字表达式 关于呢 年长的基金的计算呢 我们教材呢 也是举了相应的例子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呢 第一章的第八个例题 那许先生逆债呢 五年后呢 还期呢 是一万元的债务 一定要追呢 他的表述 这个一万元呢 指的是五年后的一万元 实际上已经告诉你终止了 那五年后的计算 当然是终止 那么从现在起 说每年年末 等额存入银行一笔款价 那么假设银行的利率呢 是百分之十 那问题是 这个许先生 每一年需要存入多少元 那还是像做用题一样 我已知什么 求什么 他说你求的是 每一年应该存多少元 让你求什么 让你求年纪呢 因为他有一个美字 那已知什么呢 那么根据呢 所给的相关条件 已经知道中值了 那中值是多少呢 中值就是五年后 那个金额啊 中值就是一万元 而且呢 利率呢 折现率呢 也知道是百分之十 而且呢 说的是五年后 那就说N是几呢 N是五 那已知到这三个 让我们求年金 等于多少 那就是已知到 中值求年金吧 就是让我们求 刚才讲的 年长的基金 那么在计算上 年长的基金怎么计算呢 刚才呢 我们也是给出了 相应的公式 那实际上就是根据呢 这个中值 乘以了普通年金的 中值细数的倒数 年纪考试的时候 它不会直接给你的 长值基金细数的 所以你必须要根据呢 普通年金的 中值细数的倒数 来推导的 这个长占基金细数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计算的结果 那么计算的结果呢 是 1638 1638 那这里边虽然写的是 A-F 15% 这个是属于呢 长占基金细数 大考试的时候呢 不会直接给你 长占基金细数的 我们都是根据呢 普通年金的中值细数 我来反推 长占基金细数 就是普通年金 中值细数的倒数 我先给它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呢 算就长占基金细数了 然后呢 再乘一万元就可以 这是关于呢 年长占基金 一定要注意呢 在计算的时候 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公式你得备送下来 而且根据所给的 相关资料 以知什么求什么 这些都搞清楚之后呢 再选择呢 适用的计算公式 我们再看一下 关于呢 年资本回收额 年资本回收额 它是指 在约定期间内 等额回收 初始 偷入资本的金额 简单来说呢 就是已经知道了 限值 让你求年金的 也就是说 已知道限值 让你求年金 那么求得的这个年金 给它起一个 比较好听的名字 叫年资本回收额 那如果是已知道 终止 让你求年金 这个年金叫 年长占基金 当然我们现在讲的是 关于呢 年资本回收额 那年资本回收额 怎么计算呢 刚才已经说了 是已知道 限值 让你求年金 所以呢 年资本回收额 肯定是根据 限值的计算公式 推导出来的 那么这个计算公式呢 我们相信大家 应该不会特别梦生 这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 普通年金 终止这个限值的计算公式 普通年金的限值 等于年金A 乘以了 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那么现在呢 实际上你计算 这个年金A是多少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年资本回收额 那么只需要把这个等数呢 稍微推导一下就可以了 那A等于什么 A肯定是等于限值 然后处于了 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那你处于这个系数 就相当于 乘以这个系数的倒数 所以我们可以 推导出的这么一个等数 那就说 年金A 当然就是我们这里边的 年资本回收额 是等于限值 乘以呢 普通年金 限值系数的倒数 而普通年金 限值系数的倒数 也把他称之为什么 年资本回收系数 或者叫资本回收系数 那么这两个呢 都是我们所讲的 资本回收系数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然后与其倒数 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 资本回收系数 他俩呢 实际上是互为倒数 考试的时候 不会给你资本回收系数的 即使让你求 年资本回收额 他也不会直接给你 资本回收系数 他只可能给你的是 同期的 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所以我们需要根据呢 普通年金 限值系数的倒数 来计算呢 资本回收系数 确定完之后呢 再乘以限值PA 那就能计算中的年金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呢 他的做题的一个 基本的步骤 而且最好呢 也要掌握了 这个公式呢 他的一个推导过程 那么根据呢 刚才呢 我们所表述的 可以看到 年资本回收额 和普通年金限值 它实际上是互为 是互为逆运算的 年资本回收额 我们是根据呢 限值求年金 而这个普通年金限值呢 是根据年金求限值 它俩当然是互为逆运算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第二点呢 需要注意的是 关于资本回收系数 与普通年金限制系数 它俩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 所以刚才呢 我们已经提到了 这是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资本回收系数 这是关于呢 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它俩当然是一个 互为倒数的关系 那这些是互为倒数和两个数 相乘的情况下 那肯定计算的结果呢 是等于一的 所以考试的时候呢 关于资本回收系数 与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它俩之间的关系 它有很多种问法 第一种问法呢 就直接考你文字表达 比如说 把这一小句话 直接作为选择起的选项 说资本回收系数 乘以普通年金限制系数 等于一 让你选对还是错 那么第二种呢 有可能会采用呢 我们讲的字母表达式 所以这里面呢 需要注意啊 特别是针对的 初学的学员来说 像这个 A-P-I-N 这是什么系数呢 有些人我不认识 这比刚才我们讲的 资本回收系数嘛 简单来说呢 就是根据呢 限值求年金嘛 这个呢 就是限值求年金 A-P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我们把它称之为呢 资本回收系数 那如果是A-F-I-N 简单来说呢 就是以资到中值 让你求年金的 这就是刚才讲的 常债基金系数嘛 所以呢 资料里面 它可能会给你写呢 相关的结果 就是比如说 这个资本回收系数 或者常债基金系数 它真的给你一个结果的话 你要认识它是什么东西 所以呢 这些文字表达式 字母表达式 你要一一对应的 特别针对呢 初学的学员来说 可能这些内容呢 需要花费的一定的时间 你才能够掌握呢 前面呢 我们也提到过 就是在学习的 货币时间价值的时候 你就需要呢 把这个学习的速度呢 可能需要放缓一些 因为它设计的公式呢 可能比较多一些 当然需要花时间呢 来进记忆 关于呢 年资本回收额呢 我们教材呢 也是举了一个小例子 我们看一下 相关的资料 某企业呢 是取得1000万元的贷款 那么需要在10年内 以年利率12%等额偿还 那么它的问题是 每年应该偿付的金额 是多少元 现在是取得1000万了 让你计算每年 应该等额偿还多少元 每年等额偿还 那么就年金嘛 所以这里边我们可以简单的 分析一下 就是已知什么 求什么 那么就 这个1000万元呢 是我们现在 所取得的贷款 所以呢 这个1000万呢 是现在的金额 我们把它称之为呢 限值 A呢 这里边告诉你呢 是10年 折现率呢 是10% 让你求什么呢 让你求年金是多少 就每年应该等额偿还多少 每年等额 那不就年金吗 这就是刚才呢 我们所讲的 是已知到限值 让你求年金得以多少的 那直接套公式呢 不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直接根据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年资本回收额 那么它的一个计算公式 那就说 这个年资本回收额呢 它主要是根据限值 限值乘以什么呢 乘以呢 资本回收系数 但是考试的时候 这个资本回收系数 它可不会直接告诉你的 它只可能告诉你 同期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所以呢 它只可能告诉你 同期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是多少 因为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是和资本回收系数 它是不一道说的嘛 所以呢 同期普通年金限值系数 是多少 是5.6502 所以呢 这个年资本回收系数 那自然就是1除以1点 1除以5.6502 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呢 年资本回收额呢 它的一个计算 还有刚才我们所讲的 年长的基金的计算 公式呢 是多了一些 所以呢 为了应对呢 刚才我们讲的 货币实验价值 公式多的这么一个缺点 算是一个缺点 因为公式太多了 而且呢 又有文字表达式 又有字母表达式 整个学员货币实验价值 整个人都蒙圈了 所以呢 我们有必要呢 对这个支点呢 做一项剑 这里边呢 我们先说一下呢 刚才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呢 涉及到的所有的计算公式 当然单例呢 我们前面只是提及到 但是并没有给出呢 单例限制和中值的计算公式 但是 以往年都考过 所以呢 我们在本视频课件呢 我们把这个单例中值 单例限制的计算公式呢 我们给它补充上来 我们先说一下呢 关于呢 单例中值 它的计算公式 单例 它也是属于一种计息的方式 只不过呢 利息不可以继续生成利息 只有本金呢 才可以生成利息 所以呢 单例的中值 是等于呢 单例的限制 乘以呢 单例的中值系数 而单例限制 也是用大写字母p 来进行表示的 而单例的中值系数 一定要注意的 是括号1加上 左线率 这个不能称之为 整线率了 乘以呢 加上呢 利率呢 乘以七线 又七线N 这是关于呢 单例的中值系数 单例中值系数的一个表 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呢 单例的限制 单例限制是等于 单例中值 乘以单例限制系数 单例中值 我们是用的 F呢 来进行表示的 实际上就是下面 这一个推道 你都会单例中值 单例限制 那就一个推道 那实际上就是 已经知道了 中值让你求限制 所以呢 就直接的拿F乘以的 分子呢 是1 分母呢 是1加上2乘以N 这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单例的 中值系数 和单例的 限制系数 它俩什么关系 它俩是互为倒数的 也计说 单例的中值系数 乘以单例的 中值系数 它实际上是 两者相乘呢 是等于1的 考试的时候 不会真的让你计算 单例的中值 和单例的限制 但是呢 在以往年度 曾经考过 单例中值 和单例吸引值系数 中值系数 和限制系数 它俩之间的 关系是什么 那我通过 字母表达师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单例的中值系数 是1加上2乘以N 单例的 限制系数呢 是1加上2乘以N 分之一 所以它是互为倒数 我们再看一下呢 前面所讲的 复利 那么关于呢 复利的中值 文字表达师 需要背诵的 那就复利限值 乘以复利中值系数 复利限值 我们使用大学 字母P 来进行表示的 这是呢 关于呢 复利的中值系数 那实际上 我们知道复利的中值系数呢 还有一种 另外一种 怎么表达师 那实际上就是 1加上2乘以N 次方 关于复利的限值 是等于复利的中值 乘以呢 复利的限制系数 那中值就是 大学字母 这个F 复利限值系数呢 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师 是P 斜杠 F I 当然还有一种表达师呢 实际上就是 1加上 I的 负N次方 这二人们也可以看到 关于复利的中值系数 和复利的限制系数 它俩实际上是 互为 倒数 这就要求呢 文字表达师 你要背诵 字母表达师 你也要掌握的 因为你掌握了 字母表达师 文字表达师 向来说呢 就比较容易把握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呢 关于呢 年金中值限制的计算 这是我们前面呢 所讲过的 普通年金 对于普通年金中值 有文字表达师 是对于年金 乘以普通年金的 中值系数 那么这两项呢 都是关于呢 普通年金的 这个中值系数 普通年金的限制 是等于普通年金 乘以普通年金的 限制系数 那么这两项呢 都是关于呢 普通年金的 限制系数 所以呢 文字表达师 字母表达师 都必须要掌握 缺一不可 再看一下呢 关于呢 预付年金 预付年金的中值 预付年金中值 文字表达师 是年金乘以呢 预付年金的 中值系数 而预付年金的 中值系数 它实际上 是有两种表达师 也就是说 预付年金的中值 是有两种计算方法 那么一种计算方法 或者是 预付年金的中值系数 那么它的确定呢 是有两种方法 一种呢 是 七硕加一 细硕减一 就是n加一七 然后过外呢 再减减一 那么还有呢 对外一种方法 就是根据呢 同期普通年金的 中值系数 乘以呢 一加上主线率 所以呢 中值呢 是有两种计算的方法 因为预付年金的 中值系数 它是有两种 确定的方法 关于呢 预付年金的限值 是等于年金 乘以呢 预付年金的 限值系数 预付年金的限值系数 考试的时候 它也不会直接告诉你的 你是根据呢 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你推导出来的 那么其中的一种 确定方法是 七硕减一 细硕的加一 来计算呢 预付年金的 限值系数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 同期普通年金的 限值系数 乘以呢 一加主线率 内容很多 没有办法 但是你掌握了 那么这个分值呢 就比较好 只是说初学的时候呢 可能说公式多了一些 好 我们再看一下呢 关于低延年金 那么针对了 低延年金 中值 低延年金的中值呢 我们前面讲过 它实际上和普通年金 中的计算 没什么区别 然后这里面呢 还需要特别关注 这个小写字母N 它表示都是A的个数 有几个A N就是几 然后呢 与这个低延期M呢 是没有关系的 这一点呢 我们前面也讲过 因为我们在计算 低延年金中值的时候 等候的右边 根本就没出现过 小写字母M 所以呢 这个小写字母M 也就是我们讲的低延期 根本就不会影响 低延年金的中值 考试的时候 可以直接作为 表述性的内容 关于呢 低延年金的限制 一共呢 是有三种方法 必须要结合 我们前面所讲的图示 来进行把握 如果你只是单纯 背诵的话 有可能会出现失误的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要求掌握 低延年金限制 考试的时候 可以直接考你公式 直接作为选择题的选项 然后怎么把握 怎么掌握 结合我们前面所讲 地理化的那个图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们要求也是要掌握的 要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后边我们在学习 跨计篇的时候 也会用到大量的 关于呢 年金限制 它的一个计算 包括低延年金的限制 特别是关于呢 租赁跨计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呢 还要好好学一下 关于有序年金 相来说呢 就比较简单一些 因为有序年金 那么它的中值呢 是无法得到的 因为它是趋向于无穷大的 那限制很简单 直接根据年金呢 吹折现率 A吹I呢 就可以了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讲到了 关于呢 年长的基金 还有呢 年资本回数额 那么年长的基金呢 是根据呢 普通年金的中值 乘以呢 常债基金系数 而这个常债基金系数呢 它是有两种表达方式的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 关于呢 常债基金系数 它和普通年金的中值系数 是互为道数的 考试的时候呢 也不会告诉你 常债基金系数 我们要根据呢 同期普通年金的中值系数 然后呢 求它的道数 来推导呢 常债基金系数 关于年资本回数额 是根据呢 普通年金的限制 乘以呢 资本回数系数呢 也有两种字母表达式 而且你必须也要知道 资本回数系数 和同期普通年金的 限制系数 是互为道数的 考试的时候呢 它也不会告诉你 资本回数系数 所以你必须要根据 同期普通年金的 限制系数的道数 来求资本回数系数 那么这些相关的计算公式 必须是作为基础性内容 必须是要掌握的 一个都不能少 那除了掌握 基本的计算公式之外 你还必须要熟悉呢 各种系数之间的换算 这一部分内容呢 在以往年度 曾经考过的 那以往年度曾经考过 也就是说 它是作为一个考点 那有可能在 2022年呢 重现的 那首先第一项呢 就是关于呢 一副年金的中值系数 和普通年金的中值系数 那么这两个系数之间的关系呢 有两种表达方式 那么第一种表达方式呢 就是这里边呢 就是预复年金的中值系数呢 是等于呢 普通年金的中值系数 乘以的一加左线率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 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过的 叫七硕加一 细硕解一 那么针对呢 预复年金的限制系数 和普通年金限制系数 它俩之间的换算关系 也要求呢 要掌握了 也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呢 是根据呢 同期普通年金的限制系数 乘以的一加上左线率 或者是呢 七硕呢 减一 七硕呢 加一 普通年金的中值系数 与复利中值系数 我们前面呢 也推倒过 实际上呢 就是复利的中值系数 减去一 然后除以左线率 就变成了普通年金的中值系数 还有呢 普通年金的限制系数 与复利的限制系数 这两个系数之间呢 也是存在了 方式的关系 那也就是说 一减去的复利的限制系数 除以左线率 就变成了普通年金的限制系数 这里边呢 是根据的复利限制系数 来求普通年金的限制系数 那考试的时候 我也可以给你 普通年金的限制系数 让你倒推复利限制系数 也是可以 这呢 就是我们讲的财管呢 在初题的时候呢 它的初题呢 是非常的灵活 所以呢 对于系数之间的换算 要求呢 你要数量的掌握 那么还有一下呢 就是四个一 就是有些系数啊 相乘是等于一的 一个呢 就是刚才呢 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单率限制系数 乘以单率的中值系数 这个呢 是等于一的 因为单率的限制 这个中值系数呢 我们前面要讲过 实际上就是 一加上二乘以N 这个呢 一加上二乘以N分之一 这不是它的限制系数吗 它那肯定是 会倒数的 那等于一 那么关于呢 复利的限制系数 乘以复利的中值系数 它也是等于一的 你最好呢 在下面呢 再备注一下呢 它的字母表达式 你比如说 复利的限制系数 那就是一加上二的 负N次方 复利的中值系数呢 是一加上二的N次方 两者一相乘 那肯定等于一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 你别上了 就背这个东西 你先问一下 自己这个字母表达式 会不会 你字母表达式都不会 你弄背的情况下 可能过段时间了 就给忘掉了 那么还有呢 关于呢 普通年金的中值系数 一常代基金系数 这两个系数相乘呢 是等于一的 还有呢 普通年金的限制系数 乘以资本回收系数 这两个系数相乘 也是等于一 所以呢 在掌握这四个一的时候 先把呢 这个字母表达式呢 先给它掌握了 这些内容呢 都是可以直接拿出来 作为考试内容的 很重要 像刚才呢 给大家做的 这两个小节 就是这两个大表格的 相关内容 我们都是要求 必须要掌握的 一个都不能少 那否则我们后面再讲呢 比如说投资管理 固定资产投资 让你计算限制 你可能计算不出来 比如说进限制 限制指数 可能计算就会出问题 快率部分 有些也会用到呢 关于呢 货币实现价值的 一些相关内容 所以你必须要达到呢 署名运用的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呢 一些呢 以往年度的真体 这是2020年的 一个多样选择体 那么它的提干部分是 下来关于 各项年金的表述 正确的用来写 考核的是关于呢 年金的一些呢 相关内容 那我得选项 A 预付年金 和普通年金的区别 仅在于收付款的时间不同 这个说法没问题 预付年金是发生在 每一期的期初 普通年金呢 是发生在 每一期的期末 这是他们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收付款的时间不同 所以选项A 表述了没毛病 重确 再看一下呢 选项B 普通年金中值 是每一次收付款的 付利中值之和 这个说法也没毛病 这个实际上是 普通年金中值 它的定义 我计算每一个年金的中值 计算完之后呢 再求和 这就是普通年金中值呀 只不过计算上呢 比较麻烦一些 然后呢 我们又通过了 推导得出一个 简化的一个计算公式 但是呢 这句话呢 是没有问题的 它实际上是关于呢 普通年金中值呢 它的一个定义 对于C选项 永续年金 无法计算其中值 这个说法呢 也是正确的 因为N是呢 趋向于无穷大的 所以呢 FA它自然也是 趋向于无穷大的 所以呢 选项C的表述呢 正确 对于选项D D延年金 无法计算其限值 这个说法呢 就不正确了 我们前面讲过 D延年金的限值 它实际上 适用三种计算方法 是有三种的计算方法 并不是说 无法计算其限值 所以选项D 说法不正确 对于选项E D延年金的中值 和普通年金的中值 计算方法呢 是一样的 这个呢 是我们教材的原文 因为计算中值的时候呢 红数是一样的 都是拿年金 乘一呢 普通年金的中值系数 所以计算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选项E呢 它的表述呢 也正确 但是你不能反推 你说D延年金的限值 和普通年金的限值 计算方法一样 那也错了 中值的计算方法呢 是一样的 所以呢 综项所述 那说法正确的 那就是A B C E 好我们再看一下 2019年的 这么一个大案选择期 假公司计划投资 依存续期呢 为10年的项目 那么其中前4年 是没有现金流的 后6年要注意了 后6年是在 每一年的年初 有一个现金流入呢 200万元 然后也告诉你了 直线率了 市场利率了 反制率 那么它的问题是 假公司该向投资项目 现金流入的限值是多少 让你计算限值呢 实际上根据的 它的表示 我们已经判断出来 它的 就是限值呢 是谁 我们前面所讲的 叫地延年纪 但是考试的时候呢 那为了出现呢 这个避免出现错误 你最好呢 是在草纸上呢 就是画出一个时间轴 标出时间 标出现金流 看起来是特别的清楚 那关键的问题是 它是一个地延年纪 那我怎样才能计算 它的限值是多少呢 我怎样才能计算 它的限值 采用哪一种方法 因为地延年纪限值 一共有三种方法 你到底采用哪一种方法 采用哪一种方法 取决于 那么这个资料里面 给你的系数 给你的系数 它实际上是给了 我们两个系数 一个的是 折线率的是6% 期限的是67% 普通年纪限值系数 然后呢 还给了一个 折线率的是6% 然后呢 期限是47% 复利限值系数 你要充分的利用 已知强劫 来选择呢 适当的计算方法 这是我们这一集呢 它的难点之处 那既然给出了 折线率呢 是6% 期限的是47% 那期限是47% 那也就是说 我只能把限值呢 我先给它折线到 第四年的年末 然后我才能诚意呢 才能诚意 又说 折线率呢 是6% 期限的是47% 复利限值系数的 那你只能采用这种方法呢 来进行计算限值 那如果是采用这种方法 来计算限值的话 那有相当于呢 我们把第四年的年末 我给它假想成 是一个临时点 前面呢 我先不考虑 那有相当于什么 这就相当于 预付年金了 因为年金的发生 是在每一季的年初啊 这就是我们讲的 预付年金 而预付年金 如何来进行计算呢 你要根据 普通年金的限值 来进行 预付年金限值的计算啊 而且这里边又给出了 6期的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呢 先采用了 预付年金计算的方法 也就是说呢 我们是根据了年金 也就是呢 年金A乘以 然后呢 同期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然后呢 再乘以呢 1加2折现率 直接代入 就可以呢 先计算到 第四年年末的限值 那直接代入呢 年金呢 就是200 然后呢 乘以P斜杠A 那直线率呢 就是6% 然后期限呢 有几个A N就是几吗 那就是6个A A是200吗 然后呢 我们再乘以呢 1加上6% 那就说 已经计算到的 这个时间节点了 计算完之后呢 我再乘以4期的 负利限值系数 你才能算出来的 这一题呢 难点在这个地方 这是刚才呢 我们讲的2019年的 这么一个计算型的 大量选择题 所以呢 我们要求呢 是根据呢 所给的已知的 这个限值系数 来选择呢 适用的方法 当然最好还是在草纸上 画出时间轴 标注时间 标注现金流 这样看起来是比较清楚一些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计算的结果 这是刚才呢 我们所计算的 就是我们先给它 折算到了第四年的年末 然后再乘以呢 4期的负利限值系数 就可以了 充分的利用了 所给的已知常见 这是2018年的 一个多样选择题 那么这题考核的是 关于呢 负费时间价值系数 关系的表述 然后呢 正确的买写 那前面呢 给大家做的 就是那个小节2 就是关于呢 负费时间价值系数 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看一下选项 A 说普通年间的 中值系数 然后与常债基金系数 是负一道数的 这个表述 没毛病 正确 对于选项B 负利中值系数 和负利限值系数 是负一道数的 这个也没有毛病 也是正确的 也是负一道数 然后结合了 那个字母表达式呢 你才能掌握 那么对于选项 C 负利中值系数 和单利中值系数 负一道数 因为负利的中值系数 是等于1加上i的n次方 而单利的限值系数 限值系数呢 是1加上i乘以n分之1 它俩不可能是 道数关系 所以呢 对于选项C呢 它的表述呢 就不正确了 那你怎样做这一题呢 还是我们前面讲的 字母表达式 你是必须要背诵的 否则你这题 说不出来 对于选项D 单利中值系数 和单利限值系数 是互为道数的 单利中值系数 那就是1加上i乘以n 是单利中值系数 单利的限值系数 那就是1加上i乘以n分之1 它俩是互为道数 相当于1嘛 所以呢 选项D的表述呢 没毛病 正确 对于选项E 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和普通年金的中值系数 互为道数 那么这个说法呢 是不正确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关于呢 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我们前面讲过 那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如果用字母表达式 那么进行表达情况下 那实际上就是 1减去呢 1加上i的负n次方 除以2 这是关于呢 普通年金的限值系数 而普通年金的中值系数呢 它是1加上i的n次方 减去1除以2 它俩根本也不是什么 道数关系 所以选项E呢 它的表述呢 肯定是不正确的 像刚才呢 我们所表述的选项A 普通年金中值系数 普通年金这个常态基金系数 这个是对的 选项B呢 也是正确的 对于选项C呢 是不正确的 选项D呢 是正确的 选项正确的选项了 应该是A B D C和E的表述呢 是不正确的 那么对如何来应对这种题型 那刚才已经提示各位了 也就是说 前面的那个字母表达式 字母表达式 你必须要回背诵的 文字表达式 现在考虑是文字表达式 但如果你不会字母表达式 你就来选 那就瞎选 所以前面给大家总结那个小节一 小节二 不管是文字表达式 还是字母表达式 你都给它被动下来 绝对没错 那么下面呢 这个大家补充一个值点 叫差值法 那不管是 财务部分 还是会计部分 我们都会用到差值法 等到我们后面在学习的 投资管理的时候 比如说内涵报酬率 会用到差值法 等到我们后面学会计划级部分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让你计算租赁内涵利率 或者我们在学习竞争工具的时候 都会用到差值法 但是考试的时候 不会真的让你用 不会说真的让你计算 但是你还是要掌握这种方法 否则有时候你写相当内容 你看不明白 那么对于差值法呢 它主要是根据呢 直角三角形的等边关系呢 得出来的 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 结合这个图示呢 说一下 那么也就是说 到I等于1的 就是I下标1 那么对应的值呢 是B1 I2对应的值呢 是B2 那么现在呢 已经知道了 这个B是 就这个B 这个金额 或者这个数字 让你求对应的这个直线率呢 是多少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呢 直角三角形的 这个等边关系呢 把进求的 那也就是说呢 线段值比 可以呢 建立了这么一个等次 而这个等次里边 唯一不知道的 就是这个小写字母I 我们完全呢 是可以呢 得出来的 那么如何来计算 得出 那么下面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试一下差值法呢 它的一个业务问题 那么某公司向银行进入呢 是12000元 结果期限呢 是三年 每年的环本付息额 是 4600 然后给出了一些呢 相关的限值系数 准益率7% 这个G7的期数是37的 普通年金限制系数呢 是2.6243 准益率呢 是8% G7的期数是37的 普通年金限制系数 2.5771 那么它的问题是 该公司向银行借款 那么这个借款的利率是多少呢 那可以呢 根据的影响界 我们先得出一个等次 因为现在呢 是向银行借了多少钱呢 是12000元 这12000属于现在 所以呢 它是限值 然后每一年的 环本付息额是4600 那就是4600呢 实际上是 大写字母A 是年金 所以呢 这个限值应该是 等于年金 乘以呢 普通年金的 限值系数 因为让你求的 就是指数限率嘛 利率不知道 我们先写消息字母 I 然后期限呢 我们是知道的 因为期限期限呢 是三年嘛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呢 继续往下推倒 那也就是说 这个普通年金的 限值系数 应该是等于呢 12000 除以呢 4600 那12000 除以4600 计算的结果是多少呢 是2.609 是2.609 然后呢 再和已知条件 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 当折现率呢 是7%的 折现的期限 都是三年 都是三年嘛 那么这一个 限值呢 是2.6243 期数呢 这一期是三期 折现率是8%的 那就说限值呢 这个限值系数呢 是2.5771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2.609 它实际上 是在这两者之间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折现率 那就是大于7% 小于8%的 那大于7% 小于8% 那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就结合了 刚才讲的差值 当折现率呢 是7% 对应的值是2点 6243 是已知抢劫 当折现率呢 是8% 那么对应的 这个系数呢 是2.571 那么现在呢 我们把这两个点 连成一条直线 那么在这个线段上 是可以找到 一个点是2.609的 那么对应的横竹 那就是呢 我们要你求的2 这样呢 我们实际上就建立了一个直角三角形 而这个直角三角形 根据呢 等边关系 也就是说 这两个线段之笔 等于呢 这两个线段之笔 这样呢 就可以呢 得出了一个等值 那就是2.6243 减轻的2.609 指的是这一段 那菲姆呢 就是2.6243 减轻的2.5771 指的是这一段 这是关于呢 等号的左边 然后等号的右边呢 就1减 2减轻的7% 2减轻的7% 实际上是这一段长 那菲姆呢 是8减轻的7% 8减轻的7% 是这段长 实际上就是根据呢 直角三角形的等边关系 这样呢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等值 而这个等值里边 唯一不知道的就是I 这个是完全可以求出来的 那么计算的结果呢 就是7.32%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7.32% 它就是大于7% 小于呢 8% 只是我们讲的关于呢 差值法 差值法这个工具呢 务必呢 要给它掌握了 那刚才我们也说了 那么在财务部分 还有后面的快力部分呢 都会有一个大量的应用 那通过计算的 那我们这题的正确选项呢 那就是 这个B选项 那就是7.32% 这一题呢 我们要求在科项呢 还是要演练一下的 数量掌握了 差值法呢 它的一个运用 那么关于 第一章 草获管理概念里边的 第四节 货币实现价值 那么今天讲解呢 就全部结束了 当然货币实现价值 这一部分内容呢 是比较多 涉及到了中值和限值的计算 如果是应用的话呢 可能限值呢 就会更为重要一些 那所以呢 对于限值的 我们要求呢 自然是要比中值重要 所以相关的 负利限值呀 或者是年金限值呀 要掌握的 关于货币实现价值 这一节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 谢谢给我的收看 谢谢大家